被指控犯下三级银行和运钞车抢案 还开枪射杀一名保全 一审遭判无期突袭 我们说到的这语于大道王渊 今天上午呢高等法院二审宣判 王渊强盗杀人的罪 判无期突袭 尺顿公权终身 并可罚金110万 王渊本人今天并没有道庭聆听判决 被指控犯下了94年和96年的台契银抢案 和96年何库运钞车一共三级抢案 并且杀害了保全人员得手4000多万 王渊到案时呢虽然坦诚犯刑 但后来又翻供 说运钞车抢案并非他所为 一审遭判无期突袭 死者家属非常不满 而同案被告王渊的女友林湘岚 因为当时帮助王渊收受赃款赃物 一审判处八个月有期突袭 一颗罚金后二审撤回上诉